2020年3月10日 白宫网站出现了一份请愿书 要求提供迪特里克营的真实情况 请愿书罗列了围绕新冠病毒发生的显著事件 这些事件使人得出结论 2019冠状病毒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位于迪特里克营的生物武器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这些显著事件 2019年7月 中情局位于迪特里克营的生物武器实验室 因安全检查部合格 被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强行关闭 这表明美国CDC早在2019年6月 7月就已经知道 中情局CIA泄露了冠状病毒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CDC不允许美国医生 从现有的流感样本 检测谋杀了3000多名中国人的新冠病毒 为的是包庇 CIA继续坑害全世界 2019年8月 数百名美国人死于一种神秘肺病 CDC说是电子烟闯的货 The CDC currently investigating 193 severe pulmonary illnesses in people who use e-cigarettes the cases spread out over 22 states among those hospitalized 17-year-old Tristan Zofeld rushed to a Texas hospital with a blockage in his lungs in late july he was in a medically induced coma we don't see previously healthy 17-year-olds that sick that quickly 2019年9月 美国的所谓流感 真心冠病毒 杀死了1万多人 美国的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 与格雷菲克斯公司 签订了一份价值 1890万美元的合同 制作冠状病毒疫苗 休斯敦商业杂志 和纽约邮报 于2020年2月20日 报道了该新冠疫苗合同 美国的201演习 也叫新冠病毒2019演习 2019年10月18日 在巴尔地摩 约翰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举行 新冠病毒2019演习 模拟从蝙蝠到诸 再到人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 201演习预测冠状病毒更容易传播 但比SARS症状轻微 这完全符合正在杀人无数的新冠病毒的行径 CIA和CDC的演习预言 准确的令人目瞪口呆 2019年10月 美国的军运队 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附近 呆了10天 由于所谓的流感 大多数美国士兵 无法参加竞赛 2019年11月 新冠19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 这份重磅请愿书 发布仅几个小时 就被白宫删除了 你看 美国的言论自由 只不过是一个 弥天大谎 伪基督徒特朗普 居然还有脸位 受制于冠状病毒的美国人 设立全国祈祷日 但是他们的祈祷 是绝对不蒙垂听的 他们的祈祷 只不过是侮辱上帝的 可憎之物 上帝只垂听那些认罪 悔改的人 用中情局制造的冠状病毒 杀害了3000中国人后 美国继续用他们的病毒妖魔化中国 用媒体制造舆论 伤害中国人民 美国从未承认他们的罪过 也未离弃他们的邪恶 因此上帝不听他们的祈祷 他们的祈祷 只不过是侮辱上帝的可憎之物 上帝必将他们 送入永火地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